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第十八集 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 俩兄弟打完架之后 恼羞成怒 霍英雄杀死了烂毒鬼弟弟霍英伟 这个假设看似大胆 但很符合当时霍英雄的心境 那时的霍英雄刚刚成为明星 一定非常担心霍英伟去剧组闹事 影响自己的星徒 生出杀心也不奇怪 毕竟霍英雄跑了十几年的龙汤啊 到了四十多岁才有机会严难住 这个机会对于他而言 恐怕比命还重要 听完了分析 马如龙倒是连连赞同 不过梁天和陈可欣却没有发表意见 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齐齐点头 陈可欣开口说道 先回局里 不空调查这两个人 说完 陈可欣第一个走出休息室 我们四人回到警局 王大海和队里的骨干 早已经等在会议室了 灵然 你将白骨交给横检科 让他们马上检验出死者的DNA 陈可欣说完 又对着王大海说道 王副队长 你马上带人去剧组 云珠雅舍等几个地方 把霍英雄和霍英伟带回来 明白了 王大海已经知道了案情大概 立刻带领五名警员 风风火火地冲出会议室 随即我返回解剖室 取出受害者的白骨 交给了楼下的狠检科 完成手头工作以后 我拿出手机 给马入龙发了一条消息 这样的在人被带来以后 第一时间通知我 时间过了一个小时 大楼外面响起警笛的声音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响了 马入龙告诉我 霍英雄已经被带到警局了 正在审讯室接受问询呢 至于霍英伟 王大海带人过去的时候 武总已经没了人影了 果然是这样 我放下手机 露出得意的效应 这对兄弟只出现了一个 足以说明 霍英伟已经变成白骨了 只要拿到霍英雄的DNA 和白骨DNA进行检验对比 真相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大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平复后 霍英雄先是和我们吵了几句 随后就被带来了 在此期间 我们用遍了各种方法 都没有找到霍英伟 按照王大海的描述 带走霍英雄之后 他拍了很多祖院 分别从不同的地点寻找 最后都是一无所获 为此 王大海还调取了云竹雅舍的监控 发现在我和马如龙走后不久 霍英伟背着一个背包 顺着云竹雅舍另外一个通道离开了 由于那里是监控盲区 后面就再也没有看到霍英伟的身影 王副队长 你说霍英雄会不会把尸体埋在了竹林呢 我提出一个大胆猜测 霍英雄在和霍英伟翻脸当天 就已经将那杀害了 并且埋尸在云竹雅舍后面的竹林里 之所以霍英雄一直就住在那里 应该是为了观察埋尸地点 有没有被人动过 毕竟破土动工 在现代而言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 王大海沉吟了几秒钟 一边点头一边问道 如果霍英雄将霍英伟杀害 埋尸在竹林 那么黄土村灌溉沟里的白骨是谁啊 提到白骨两个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白骨案属于现期逼迫的大案 局里只给了队里三天的时间 为了调查霍家兄弟 我们浪费了两天了 要是不能在明天破案 局长的怒火可想而知啊 怎么会这样呢 我来回地走了几步 黄土村的白骨尸体不是霍英雄 就等于断了唯一的线索 小林 你已经尽力了 陈队是不会怪你的 王大海轻声安慰了我几句 准备去门口等着演艺公司派来的律师 霍英雄或许真的和白骨案无关 但却和失踪案有关 在霍英雄的下落没有调查出来之前 这家伙绝对不能走 副队长 我和你去吧 说着 不等王大海开口 我已经跟在了他后面 警局门口 我和王大海定力而战 关桥着大门口的动静 十几分钟后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 开进了警局大院 第一台是一辆宝蓝色的厂房超跑 车主戴着墨镜 看着有些眼熟 后面那台车的档子就低了不少 是一辆黑色的商务 片刻后 两台车停到警局停车场 四个人先后从车里下来 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那个墨镜车主 王队长 好久不见了 说话间 墨镜车主摘下眼镜上的墨镜 原来是他 随着对方摘下墨镜 我一眼认出了眼前的车主 正是沈兵的追求者曹飞 上一次在酒店 曹飞拦住我的去路 嘲讽我不配追沈兵 遭了沈兵好几个歪眼 富的 富的 王大海笑呵呵走过去 伸手和曹飞握了一下 明知顾问道 曹大壮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里啊 王副队长 大江 你怎么也在 曹飞猛然抬头盯着楼梯上的我 眼神中带着冷冷的寒光 我抬手指了指白大褂上 写着有法衣两字的证件 曹飞狠狠等了我一夜 语气不快地说道 王副队长 大家都是聪明人 我来的目的你应该是清楚的 我要见我的当事人 曹大壮 嫌疑人正在接受询问 现在恐怕不行 王大海摇了摇头 开口婉拒了曹飞的要求 好 既然你们说他是嫌疑人 那么有实质证据吗 曹飞说完 冲着身后三人挥了挥手 三人齐齐点头 分别从各自的手提箱里 拿出证件挂在胸口 并找出了一大堆文书 其中一名戴着眼镜的律师说道 王副队长 三个小时之前 你带着数名警员 前往拍摄现场传唤霍先生 既然是传唤 那就代表霍先生 仅仅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嫌疑人之一 而不是凶手 既然没有证据 我想我们可以保释霍先生 没错 传唤是公民需要旅行的义务 但这并不代表接受传唤 我们的当事人就有问题 我们要求面见当事人 跟他确认一些问题 三个律师轮番上阵 说的话都不带重样了 我一言不发地听了一会儿 大致理清了他们的要求 这些人的要求一共有三点 第一 是要见霍英雄 第二是要保释他 至于最后一点呢 则是让警方发一条通告 证明霍英雄没有问题 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 别说是王大江了 就连我都不能接受 我们手上的确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霍英雄谋害了霍英伟 但种种调查结果已经可以从侧面证明 欠缺的只是实质证据而已 王大海看样子 没少和这些人打交道 既不生气也不想离开 就是一句话 审讯没有结束 无关人员不能见霍英雄 王副队长 按照法律规定 传换时间最长不能超过12个小时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如果你执意不让我们见当事人 我们就在这里等 等到剩下的八个小时结束 不过到那个时候 出什么问题 都要由你来负责 曹飞用着平淡的语气 说出了带有威胁性的话 可以 王大海点点头 伸手请众人去休息室休息 既人倒也痛快 真的跟着王大海去了休息室 休息室内 我帮着王大海准备了茶水 小声说了一句 副队长 能不能让我参与审讯呢 你 王大海看了我一眼 低声说道 你有把握 让霍英雄交代 有一点 行 我知道了 王大海微微点头 转身 将茶水送到了四人身前 几位律师 我还有点事要办 需要暂时离开一下 王大海道了一声歉 脉步便要出门去 我正要和王大江一块出去呢 身后响起了曹飞的声音 你站住 文言 我回头看着曹飞 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吗 几位 你们先回避一下 曹飞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让三名律师出去一下 三人放下手中的茶水 鱼罐离开了休息室 随着休息室里 只剩下我和曹飞 屋内气氛 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 曹飞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翘着二郎腿说道 小法医 开个条件吧 条件 我不明所以地问道 开什么条件 当然是离开沈兵的条件了 曹飞用手指轻轻点着沙发的扶手 语气嘲讽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追求沈兵 在此我奉劝你 收起你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想法 做人 是要知道身份的 望着盛气凌人语气傲慢的曹飞 我这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冷笑道 我追沈兵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那你追求的那又是什么呢 我和沈兵门当户队 并且有着共同的职业 属于男才女貌的天作之和 曹飞用轻蔑的口吻说道 据我所知 法医每个月的工资 大约七千到八千 算上奖金和一些补助 一年到头 龙共不超过十二万 只要你去找沈兵提分手 并且保证永远不再见他 我就给你五十万 说到这里 曹飞从西府口袋里掏出支票簿 又拿出一根金笔值给我 说道 五十万 相当于你不吃不喝四年的工资 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 已经是巨夸了 曹律师还真是有钱呢 我冷冷一笑 如果我要一百万呢 可以 曹飞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百万 放在手里扬了扬说道 钱对于我们这个阶层来说 仅仅是个数字而已 但对于你 却是安身立命的重要保证 小 曹飞顿了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林然 林然 我看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已经过了做梦的年纪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仅仅在于影视作品里 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